哈囉!歡迎回到不想工作這項手作 我是Zoe 我最近在滑IG啊 發現各大品牌都開始在介紹2023年的手帳了 讓我驚覺原來2022搖到尾山了 時間過得真快 那每年到這個季節的時候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苦惱 不曉得明年要用什麼樣的手帳才好呢 然後邊苦惱然後邊逛的非常的開心 可以說是甜蜜的負荷 那這一次呢 很開心參加了成品手帳桌掛力展的活動 要來介紹2023年的手帳以及手帳的相關周邊 要帶大家看看今年呢有哪些不能錯過的商品吧 那今天介紹到的商品呢 我會選出幾樣 然後送給一位觀眾 如果大家想要得到這個禮物的話呢 記得訂閱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在底下留言 就有機會得到哦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 手帳長的主角 當然就是我們的手帳啦 這兩本呢 分別是Middley的蓋音專門手帳 那另外一本呢 是人氣插花家中島良二 所推出的2023年日本Yuru月季式手帳 首先呢 我們先從兩本的特色開始介紹起 大家跟我一起評估一下 2023年究竟要用哪一本才好呢 好如果是我們的老觀眾應該會知道 我們有介紹過Middley的蓋音專門手帳 將將 我有買一本2022的 它連外皮的顏色都是一樣的耶 當時呢 我拿了它做了很多的實測 測試各種硬台的透明程度啊 這本手帳都妥妥了完勝了這些硬台 不愧是號稱蓋音專門的手帳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本的格式吧 從2022年的10月開始有月計畫 一直延續到2024年的1月份結束 那下一頁就很酷了 是這本Middle里首帳最大的特色 有類似子彈筆記的插圖 這一頁呢 可以當作是存錢的記錄 後面好幾頁還有各式各樣的主題 那最後面呢 就是滿滿的方格紋的空白頁 而且接下來這個功能呢 是我最喜歡的用途 它的封底頁呢 有夾鏈帶 你可以放筆進去 比方說我放了6支筆 非常的剛剛好 然後合起來呢 也不會覺得太古太膨 那這本手帳呢 我已經用了一年 所以對它滿熟悉的 總結的來說呢 它是一本市面上 最適合拿來蓋印章跟上色的手帳 完全不會有透沒到後面的問題 再加上整體的酥皮呢 厚實 配色沉穩 它會是你最安心的存在 再來看到2023年日本RyuRyu的 A5月計師手帳 北極熊 插畫家中島兩二繪製的動物遊行 我看到這一本的時候 完全被北極熊可愛的樣貌咪到了 另外我剛剛那本呢 是屬於大人的沉穩Style 這一本呢 就是大人小孩都適合的療癒動物風 外皮呢 是有點水彩質的材質 灰色調的底子 再加上燙金的字樣 我好喜歡趁夜的水藍色啊 跟北極熊好搭 我覺得這本手帳呢 跟繪本一樣 每一本呢 都想要讓人嘟嘟琢琢磨 首先呢是2023和2024的年曆表 那右下角還有一隻8歲的恐龍 再翻過來呢 是365天的計畫表 那最上面呢 都有橫條紋 可以記錄事項 再來呢 是2022 9月開始的月計畫表 我喜歡右下跟左下 都有小動物的插圖 如果你有兩本手帳呢 你就可以把動物拼在一起 裡面呢 還有附動物的七夕分貝圖 怎麼這麼可愛 後面開始就是大量的方格文頁 那到最後面呢 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它有8格的計事紙 它上面呢 都已經有裁切續格線了 可以很輕鬆的撕下來 需要用到便條紙的時候呢 就是撕下來 還有附上一個動物的貼紙 我對於這本手帳的總結來說呢 是100分滿份 裝到兩二的插號啊 真的是太迷人了 除了北極熊之外 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動物款式 大家真的要上成品的官網 大逛特逛一番 兩本手帳講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配件的部分 除了剛剛的手帳之外呢 它還有一系列的周別 就是不想要放過我們吧 日本RyuRyu手帳迷你 筆記本A6北極熊 它的封面一樣有北極熊親子 那內頁呢都是橫條紋 這本感覺非常適合 放在包包裡面 當學生記錄的小冊子 那這本手帳呢 主要是可以安插到 有封套的手帳最後面 如果你的記事空間不夠 你有額外的筆記空間 那我發現這本的手帳呢 都蠻常出電板的 這個是B6尺寸的北極熊電板 後方的塑膠片 右上甲還有銀鎖標籤 我來示範給大家看看 只要把電板放到手帳內 銀鎖標籤的熊熊 它這個頭露出來的樣子真的是 無人能敵 那最後一樣呢 是北極熊圖案的手帳口袋貼紙 只要把口袋的後面的背膠撕下來 再貼到手帳上就可以囉 你就可以放一些小票件進去 等於是新安插的口袋 很好奇大家平常都怎麼裝飾你的手帳的呢 如果有看過我們 叢林開始做手帳系列的影片的話 我們有一集呢 是在介紹如何用貼紙來裝飾手帳 這次我要介紹一下 有什麼有趣的貼紙 延續剛剛的主題呢 這個森林動物 你可以加一些對話框上去 你還可以把他當作是 四個漫畫的主角 你看這隻小豬很躺的有多臭 然後你還可以撕成一半 放到剛剛的小口袋裡面收納 那除了動物款 這種人物的也很實用 我以前最喜歡用這個來替代 家人跟朋友 跟兩個人出去就貼兩個人 跟五個人出去就貼五個人 那這張貼紙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三種特殊的使用方式 第一種呢 你可以把它撕下來 然後呢 最上面的地方 它有貼紙 你可以把它貼到你的手帳上面 那或者是呢 你要直接放到你的口袋裡面 來收納 也沒有問題 Middle推出的裝飾框主題貼紙 它是霧面半透明的材質 你想要兩種框框 重複膠點也可以 和鮮舒服的顏色怎麼配都很好看 這個款式呢 你可以拿來強調日期 比方說這一天是重要的日子 你就可以貼到日期上面 感覺這一天呢 變得更加的隆重 從手帳上面跳出來 接下來這一款可以算是貼紙 也可以算是標籤貼 Kamido他們家的標籤貼都做好厲害喔 竟然可以把標籤貼做到這種境界 小小的一片呢 你可以放到你的手帳夾成裡面 它的圖案呢 是條紋的六角形 正方形 還有圓形 這一個呢 是日本Kamido的紙膠帶收集棒 我一直以來都對這張產品非常興趣 它長得很可愛 而且它使用的方式呢 是撕起紙膠帶 拉出你想要的長度 它邊邊就是切割器 如果你紙膠帶用完呢 可以把底座打開 會掉出一個小零件 用這個小零件你就可以補充紙膠帶喔 自己捲自己喜歡的紙膠帶的花紋 而且我覺得它可以收到底部的這件事還蠻絕妙的 這個款式呢 是比較海洋風 它總共有四種 這個花紋非常的好看 之後呢 是REO的盒子膠帶 這圖案超發膩的 是騎腳踏色的主題 但它頭髮好飄散很低陣耶 那手仗斬呢 怎麼可以忘記筆類呢 我們來看看日本桑士大的 雙頭雙色記號筆 以前的雙頭呢 是指筆的兩端 有不同的顏色 不同粗細的筆 現在的雙頭呢 直接給你做到同一邊 我相信它應該是考慮到說 要換一頭血有時候還蠻麻煩的 桑士大這個牌子呢 很擅長做各種雙頭的筆 那這系列呢是螢光筆 再加上代真筆 它總共有六個顏色哦 那我們來試畫一下吧 我覺得它出沒很穩定 而且在螢光筆的時候 也不會覺得代真筆這頭會卡到 它這個角度應該是精準的橋過的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安心 我們來看看其他四個顏色吧 有四款呢 是銅色系的螢光筆跟代真筆 唯獨綠色這一款的代真筆是橘色的 紫色這一款代真筆是深藍的 那我比較喜歡銅色的 大家喜歡哪個顏色的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第一次使用鋼筆的最佳選擇 白樂微笑鋼筆 他們推出的新的家族系列 有爸爸媽媽男孩女孩跟嬰兒的款式 它的筆頭呢 分成M中字跟F細字 那這個系列呢 我最喜歡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筆桿 是透明的 靜音剔透的感覺 太美了 而且它的筆尖呢 是有表情的哦 這個表情呢可以幫助你 找到最正確的握筆姿勢 然後它的握筆處呢 也有三角設計 讓你的拇指 食指 中指 找到最適合的位置 好 那墨水呢 我已經裝上去了 我們現在來試鞋一下 我覺得我最怕鋼筆瓜子的感覺 不過這一款呢 寫起來還蠻溫潤的 沙沙的聲音 好舒服 中字呢寫起來好好看 如果要換墨水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呢 最後的最後 身為手作頻道 在手帳上蓋水晶印章 對我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這款呢 是Sakura的水晶印章 這款其實我在二年前就有買過了 我用它做了好幾次的手帳 你看看我這個使用的痕跡 那Sakura的水晶印章呢 都是美國產的 質感相當的好 如果沒有看過水晶印章的朋友們呢 第一眼可能會以為它是貼紙 只要把它想像成木頭印章的橡皮就可以了 搭配水晶筷使用 將印章貼上去就可以囉 那撕下來呢也是輕輕鬆鬆 這塊水晶筷呢 是Papilla的水晶印章底座 它的高度呢是一公分 那全透明的沒有隔線 只能說 這整體呢 金銀剔透質感相當的好 那你蓋完印章呢 還可以自己再上色 那水晶印章的相關影片 可以參考我之前的水晶印章特技 好的 我利用這次介紹到的商品做了一個手帳 果然只要有了貼紙 輕鬆貼就可以貼得很豐富呢 看完了2023年的手帳展的商品 你們準備好來好好的苦惱一下2023年的手帳有哪一本了嗎 如果想要看到最新2023年的手帳的話 9月30到11月10號 陳平有手帳桌過禮展的活動 全台門市和陳平線上同步開展哦 連結有放在資訊欄了 如果對這次介紹的商品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去看看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